在关心的就是明洋国际科技评工 这个公司的评工厂呢 在22号傍晚所发生的爆炸事件 造成有19个人死亡 107人受伤 还有一个人是失联的情况 那么有现存的消防人员透露说 当时四份的物质安全资料表 有两份正在列印 那么队员对于库房里面的物质是多少 数量有多少 其实都没有完全的掌握 当时他们怎么想呢 只想就赶快要进去灭火救人 但是没有想到的事 就发生了大爆炸事件 当时呢还有五个人在里面 那么屏东二分队小队长呢 当时也烧伤还在狂浇水的情况 来看到呢 但是这个明洋也有做了回应 说呢消防人员前来救灾的时候 是有询问 当时呢有表明说在冒烟了 现场呢是有存放 这个还以晚的 那么后续会配合相关的单位 来进行调查 但是刚刚我们听到了 屏东县长周春敏的记者会 他说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专责的人 来告诉他们 里面到底有哪一些东西 好我们来看到呢 包括了消防安全专家林金红 他就提出了五个疑点 要明洋必须要坦白要说清楚 好哪几个疑点呢 第一就是在五点半的时候报案 但是真实的火灾到底是几点发生的 好刚刚周春敏有讲到了 就是在1710到1720当中 他们已经有拍到了在冒烟的情形 所以也就是说在1730报案之前 早就发生了有在冒烟火灾的情况了 好第二个要问的问题是 这么多的员工受伤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哪一个爆炸的时候 好为什么火灾发生之后 会有这么多的员工受困在火场吗 那不是有一个SOP吗 不是有一个警示吗 为什么没有逃出来呢 好另外还要问的是 工厂在发生火灾之后 到底有做了哪一些的应变措施 好所以导致呢 这个员工是不是不晓得 真的发生的火灾 好应变的过程到底有哪一些的瑕疵 好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个更新的整理来告诉大家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呢被质疑的是谁呢 就是这一位屏东县的消防局长徐梅雪乐 因为呢他第一时间指出说 消防员是因为撒水了所以才发生的爆炸 但是呢事后他又说了 没有涉水就发生了连续的爆炸 所以呢很多人就在质疑 他是不是根本没有专业的背景 而且呢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 好所以呢包含王鸿威就说了 他说呢应该要更深入检视一下 这个徐梅雪的资格 不要让外行在领导内行 让第一线呢暴露在风险之下 好我们来看到另外呢历史哥李毅修他就说了 其实呢徐梅雪他呢就是经济部长王美花的翻版 他甚至认为说徐梅雪呢看来是非常的外行 因为呢这次的灾难发生之后呢 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这个病灶 好所以呢他早应该要下台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呢虽然呢蔡英文总统有出来 那么讲了一些话 但是我们来看到很多人在问的说 那是不是呢这个消防人员的人力不足的问题 好呃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游淑慧 他就回应了 他说当时呢说好的五年要有三千人 这些消防人员呢为什么没有做呢 为什么没有招到人呢 好你这个蔡英文不但是读稿 稿都还不换啊2018年1月19号的时候呢 19消防节的时候蔡英文就宣示 将以五年三千人的目标逐年补充消防人力 但是呢蔡英文呢承诺的时候 实际的原额是15217人 但是到了112年7月为止 实际的原额是16913人 只增加多少呢 只增加了1696人 这个达成率的不到百分之56 那每次呢遇到这样的憾事呢 蔡英文你的致词都只是复制贴上吗 好这样子的诚意究竟有多少呢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场大火 除了这个疑点要来厘清之外 还有就是呢政府的态度 政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在好好的执政呢 好这期的火警总共造成了九死一失连110伤 那么受伤的平二分队小队长陈文川 他很自责 他说我的弟兄都出来都没出来 整个小队就只有我活下来 而当天呢在现场陈小队长 他悲痛无助的影片 现在也曝光 他们从侧门进去 套墙的那一个方向 往这边这个方向 他们在侧队的时候就爆炸了 怎么样来保护消防员 怎么样给予更多的支持呢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要求要开放组工会 而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说 由于消防员是公务人员 行政院将跟考试院来持续的协商 提供最好的政策方案 消防员组工会这件事情呢 我们会审慎的来考虑 由于消防员呢 本身是公务人员 所以行政院会与考试院 来持续做很好的协商 来提供这个最好的这个政策的方案 同时呢 我们也会来对消防人员做更好的保障 政府实际上已经编累了76亿 来提供这个消防人员的这个装备 以及相关的设施的能够加强 未来还会再编80亿的经费 此外呢 政府也增加了消防人员的这个薪资 以及呢 这个危险情务加急 那来感谢我们消防人员 在第一线的辛苦的付出 民洋大火造成的百人死伤惨剧 包含了四名的消防员不幸的殉职 再掀出了消防员权益的热议 而总统蔡英文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宣示 将以每年五千 这个五年三千人为目标 逐年补充消防人力 但如今证实跳票也引发了讨论 前领委郭正亮强调说 不只是消防人员的人士 装备吃紧 警察的防弹背心跟配枪刺等等 都还不能抗议罢工 年金改革军人也不能讲话 这都是类似的问题 讲更新啊 要跟上不要落伍了 这个不知道讲多久了 对 这个不是只有消防员这样 我跟你讲 警察也是这样 因为我就认识一些警察 连那个防弹背心都是自己买的 因为政府买的都很厚啊 那穿起来很热啊 行动又不方便 他宁可自己花钱 去买个比较薄的 那坦白说 你的配枪啊 也没有歹徒 这么好的枪啊 你的车也没有歹徒开得快啦 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这些执政的高官们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 警察啦 消防人员在执勤上的辛苦 警销人少啊 就是朋友 你也没有抗议权啊 你不能够抗议啊 你不能罢工啊 所以你不可能上街头去抗议嘛 或者弄成一个运动嘛 因为你是公务员嘛 这个栗将军我想也很清楚嘛 就好比那个年金改革的时候 军人就是不能讲话 就有点类似这样嘛 可是你要保家卫国 你要给军人一定的待遇嘛 一定的设备嘛 这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觉得 这次就凸显出这个问题啦 就是这个真的 如果这个作为总统候选人啊 侯友宜啦或柯文哲啦 因为民进党你大概不用期待了 他已经做七年多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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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不对 对不对 我不会